陈时中确定选台北市长 跟行政院地辞呈的隔天 行政院火速敲定 要让陈时中口中的好朋友们 来接任职务 卫生福利部部长薛瑞源 王碧胜兼任中央流行 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 通通都是陈时中的爱将 这完全就是近亲繁殖嘛 道德有瑕疵又怎么样 这种人陈时中才会喜欢呢 新任指挥官王碧胜 敲班会笑三闹得全台皆知 只因为一路相挺陈时中 这回就顺利当上卫福部政次 从薛瑞源接部长 到王碧胜当指挥官 亲一色都是陈时中的好哥们 外界狂轰 陈时中根本人走茶不良 指挥中心迟迟不解散 这政治考量恐怕就是要留着 当陈时中的选战舞台 这样子的安排 就是把这个脚还踏在指挥中心里面 可能贪图这个指挥中心里面 还有一些经费可以让他来竞选 到底是打防疫战还是打选战 陈时中的竞选团队逐步到位 进总副主委兼分区总督道 找来立委何志伟 林长佐跟高嘉瑜 但不少绿军一看到名单上 有过去因为防疫问题 频频跟指挥中心杠上的高嘉瑜 一秒炸裂狂吼照被赐予有什么事 那个人是科匹间谍耶 更质疑情鬼开药单嫌票太多吗 大雨唱寻回走唱 我们用歌声来征服民众的心 高嘉瑜还只是唱歌有问题耶 你选林长佐 你在开我玩笑是不是 谢谢大家没有罢免我 让我把这个待赛的状况 直接送给陈时中 陈时中想华丽转身去选举 但从进总人士到防疫指挥官 接任人选频频报争业 也让选民边看边咬头 记者赵宝岛